民众拍下的冲突现场不是传来一群人叫嚣海家杂棍棒丢职的声音 这时发生在26号晚间8点左右 台州市大理区东湖里某间公庙举办绕境盛事 庙方请来一名32岁的陈姓男子在中校路沿线摆放烟火准备释放 这时一名陵姓男子准备将停放在烟火放置点的车辆移奏 却遭陈姓男子制止 双方于是发生口叫冲突一触即发 陈姓男子指控遭对方约6-10人围殴 导致他头部被铝棒打伤缝了三针 左手和拇指擦伤 右后被海一四遭刀器割伤 台中市警局无缝分局成功派出所所长林郑姐说 这个是双方便的可能沟通不良 放鞭炮的陈姓男子 他是会怕对方移车的时候会被鞭炮打伤 所以请他等那个鞭炮放完再去移车就要安全 然后明显可能会受益的 所以才会照顾做什么 远景正寻线追气伤人的灵性男子等人到案 不少民众看到冲突影片忍不住留言抱怨 五分钟的路程因为这起纠纷 害他起了半个小时 也有人说那么有精力怎么不去帮忙救灾 京广记者陈怡霖台中大理报道